每天說一句台語語藝術 每天一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蕉 前幾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塊鴨皮 有夠可愛 有一種動物快點也要吃香蕉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這種動物 牛 牛和魚誰做牛 牛馬魚誰做又有牛 牛第五條 牛是吃草的動物 牠真心中、骨爛、溫順 不會黑白色性的又真聰明 以前都藥皮孩咬得很普遍的時候 牠是經典的主角 也是做人的好朋友 牛 如果這有牛的大小 工廠來說 有牛仔仔 牛肉 牛工 牛精仔 牛精仔也叫做牛牛 要是做牛精仔的牛 都很大吃 我們常看到的牛 還有分作紅牛 水牛 還有生產牛奶的牛 唱金椒我最愛喝金椒牛奶 健康、營養、好喝 來到裡面的家具 抗爭的技術很多 在形容人家說話 或是唱我的聲音 難聽會說 歌聲買後 唱 歐山 來 你唱一句讓大家聽 有夠難聽 你真正是歌聲買後 這是什麼 如果不願意的問問 會叫做青米牛 為了不要做青米牛 我們就要好好學習 俗意說 做牛就花 做人就花 這是在說 唱牛要拖鞋 拖車一樣 做人本來就要落口 麻煉 幾次打拼 才會生長 還有一句俗意說 豬肉放去牛肌 牛肌就是專門賣牛的市場 跟豬肉放去牛肌 意思就是說 人家做事的方法不對 牛 牛 牛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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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肌肉 做牛就拖 做人就拖 做人就拖 魚肌肉 牌肉放去牛肌 這牛肉有夠香 俗意 好像真的有吃一隻牛 今天每天一句 就說到這裡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拜託再會